我想过在新年的时间 我们跟上帝拜过年 中国人是农历新年才会拜年的 但是今年是2018年第一个主日 大家想跟天父上帝拜过年 天父上帝 新年快乐 行不行 可以说吗 天父上帝 新年快乐 一起来 天父上帝 新年快乐 Amen 新年过了几天 今天是1月7日 已经过了六天 过了第七天 不知道今年开始对大家来说是怎样的一年呢 过去这六天当中 不知道大家经历的是 开心的时间多一点呢 还是不开心的时间多一点呢 如果你上个APP的话 你看到我在代讨事项之前 我分享了一段感受 因为其实2018年从1号开始 我收到的很多都是negative的 一定是bad news 不是bad news 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大家要祈祷呢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Happy New Year 但是过了六天 有多快乐呢 一年有365天 还有299天 在这段时间当中 你想不想里面 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会快乐呢 如果你想快乐的话 我相信每个人都想快乐的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秘诀 这个秘诀很简单的 你就是在一年当中 勤勤力力 经常每个礼拜 来参加敬拜 让天父上帝开心快乐 那我们就会开心快乐 为什么呢 你能够让天父上帝快乐的时候 我们就会快乐呢 因为每个家庭里面 如果我们当这个是我们属灵的家的话 都是一个家主人的 家主人开心快乐呢 家庭里面就开心快乐 家主人不开心快乐的时候 他外面家庭里面都不会好过的 我不知道呢 每个人家庭里面有一个家 起码自己有一个家 除了我说苏联的家之外 你家里面哪个是家主人呢 可能是爹地 可能是妈咪 可能是你都未定 OK 你想想 如果你是家主人的话 你回到家的时候 你很开心快乐的时候 是不是每个都会好过的那么多呢 但是如果你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觉你不被人尊重 你说话没人听的 OK 你为家里面付出很多的精力 OK 甚至你觉得是牺牲来的 没有人欣赏 你回到家的时候 好像回到一个女店 一个女店一个饭堂那样 我相信你回到一个这样的家 你作为一个家主人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是很不舒服 很不快乐 甚至你宁愿离开一个家 久一点 晚上才会回来 但是 如果我们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我发觉 每个都是彼此相爱的 互相尊重的时候 这个家直接就会回到家 很开心快乐 所以同时呢 我做牧师这么久了 现在比较少探访在家里 因为大家都不想牧师晚上去探访你 可能 但以前我去探访的时候 常常在家里面都会看到一个装饰的牌 这个牌是什么 A屋是我一家之主 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的牌呢 多数是人家送给你一个礼物 或者你自己还要卖回来的 通常就是装饰品 摆在台头 或者摆在墙上 当你用这句这样的说话 一个这样的装饰品 摆在家里的时候 到底他只是真的一个装饰品 或是在这个家里面的人 真是以耶稣作为他一家之主 耶稣就在这个家庭里面 他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他有最崇高的地位 他一直被所有的家人去尊崇 我觉得其实 我们在新一年开始的时候 而我们又说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 我们每一个教徒 特别你当会点是属灵的家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当我们回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 来见天父上帝 我们是不能够令天父上的开心 我知道我们座座里面 都有一些人有家在这里 甚至有爹地妈妈 当我们每个礼拜 如果你可以的话 回去见爹地妈妈的时候 你是抱着什么心情的呢 譬如说今天你每个礼拜 你是为教徒 那你来参加教会里面的敬拜 你来参加这个属灵的家的时候 你是抱着什么心情的呢 当我们回去见我们的爹地妈妈的时候 我们的长辈的时候 我们是觉得她是我们爹地妈妈 我们很爱她 很尊敬她 我们很希望能够讨她的欢心 因为她养大我们 有养育之恩 所以我们希望她知道我们 从来没有忘记她们的 我们很关心她们 很爱她们 很敬重她们的 我们希望回到她的时候 一见到我们的时候 她们会以我们为荣 以我们为傲 以我们为开心快乐 这个是我们回去见爹地妈妈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是否抱着这种心情 这个是相反的 我知道有些人 是习惯性地 就回去见爹地妈妈 因为她是爹地妈妈 OK 所以你也要见一下她 就是 你的朋友可以不应酬 爹地妈妈不爱不应酬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抱着一个应酬的心态 回去见爹地妈妈 当然我们回去叫爹地妈妈 不知道会不会有事 我觉得他们都是老饼 OK 因为他们跟不上时代 以时代脱节 跟他们多说 他们都不明白我的情况 跟他们多说 他们都不明白我自己的主意 还有他们说来说去 都是啰啰嗦嗦的那几句 所以我回去吃一顿饭 见面开开心心 我们就拜拜了 不知道我们回到来敬拜的时候 我们是抱着什么心情的 我们是因为我们基督徒 所以每个礼拜要参加敬拜 对吧 还是我们是期待着 我们回到来见我们的天父上帝 他们是我们属于我们大家庭里面的一家之主 我们对他有没有期待 而我们知不知道他有对我们有什么的期待 当我们说来去敬拜上帝的时候 到底我们抱着一个没有心情 你知道以色列人 犹太人很着重敬拜 但是在以色列人书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一句说话 而耶稣在新约 马太福音 也都去quote一段的说话 我想跟大家去看看 是15章的第8第9节 马太15章第8第9节 这里怎么说呢 这个是上帝说的 以耶稣去quote 这指民用嘴唇来尊重我 他的心却远离我 他们敬拜我 也是徒然 因为他们把人的规条 当做交易来教导 我们来敬拜上帝都一样 我们说我们算耶稣 是不是我们敬拜上帝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上帝 是我们的天父 其实是很亲的 还有呢 那个关系应该是很紧要的 但是当我们回到来的时候 我们对上帝其实有多尊重 ok 我们对耶稣基督 到底 经过的程度 你觉得是去到哪一处呢 诗经里面说 很多人 将 人的规矩 变成一些的教义 就是去教导人 就与人去麻木去遵守 那这个是犹太人最擅长做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 那个教条主义就是那时候出来的 那这帮人来说 圣经里面 耶稣经常说这些人是什么 假无为神的人 因为他们是有敬虔的外表 但是呢 是没有敬虔的实质 他们打算做了些东西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犹太教徒 今天我们是同样的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 星期日回教会 我们要参加奉献 那我们都ok的了 我还参加为小组 牧师说祈祈祷会 那我们就去一下 我们以为我们就觉得 我们是一个挺好的基督徒 但原来这些呢 如果只有爱在这样的表现 而没有里面的实质 我们的心不在那时候 我们所做的一切 对我们属灵的生命 一点好处都没有 所以耶稣说 就算你们天天来敬拜我 也是徒然 因为你的心不在那里 你的灵不在那里 这个对我们属灵的生命 没有帮助 你可能听多了一些 圣经的真理 属灵的知识 但是对我们 跟天父上的关系 是没有好处的 事实上我们经常说的 这个敬拜我们不是第一次说的 我们回来敬拜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我们与天父上帝 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 学习去爱上帝多一些 以及能够明白 如何能够被上帝爱我们多一些 这个是其实我们回来敬拜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不是说唱诗歌不重要 不是说读圣经不重要 但是重点 不是在乎那些 那只是一些工具 帮助我们去到上帝的面前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来敬拜的时间当中 到底我们能不能跟天父上的connect 能不能够结合在一起 这个反而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就是 我知道很多人 可以回来教会 保住不同的心态 回到教会 希望能够find peace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外面做工 现在好像在战场里面那样 是吧 要回来送一送 我们希望呢 灵里面能够得到休息 或者我们希望呢 哇 外面世界 太太过challenging了 即使我家里也有challenging OK 所以我希望我回到教会的时候呢 能够多得到一些安慰 多得到一些鼓励 所以呢 得安慰 得鼓励 得休息 这个是我回到教会里面 你讲不出口的 心中里面的期待是这样 不要误会 OK的 没错的 这个我们这样的期盼是正常 但是我想再沉气多得不得 再说一次 我回来见拜天保上帝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跟上帝建立一个更亲密相爱的关系 学会让上帝去爱我们多一些 OK 即是 大家坐在这个地方 大家不是在youth service 不是在children service 你看我我看你 大家看下去 外表 成年人 是不是 外表是成年人 但是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呢 是不是跟我们的外表一样 当日的犹太人就是 外表上做了所有 一个教徒应该做的事 但是其实 里面的属灵的生命 是好像一个小孩子 甚至是baby一样 今天你和我做girtle 大家坐在这里都是大人 应该是不是 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究竟是怎么样 在新年开始 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思想 我和师母很感谢我们的亲家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帮我看孙子 我们不需要整天照顾他们 其实我见孙子的时间不是很多 一个礼拜一次 间中会多一次 当Posterman和我媳妇 带孙子回来见我的时候 我们开不开心? 很开心 爱不爱他? 很爱他 爺爺普普 no 他反应是这样的 刚刚回来的时候 OK 你想他去设他 他不要你 抱着妈妈的脚 OK 爹爹妈妈说 亲亲爷爷 亲亲嬷嬷嬷 他大一点的时候 他最喜欢做一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着来说 和爷爷妈妈会拜拜 亲完就拜拜 那他最开心的 走了 OK 开心的时间是这样的 他不知道我爱他 他不知道我爱他 OK 见面少 他又不懂 但现在呢 他大一点点多 回来多一点点多 每天回来我就很懂 当然跟他玩一下 OK 跟他捉一下医癮 捕你你 然后爹爹妈妈不在的时候 就给他一些零食 把他拾一下嘴巴 现在关系好一点 先女人我真的很开心 先女人我带他回教育局 那个时间 刚才Fred和Winky 又带了个女儿在那儿 我抱起 Cara在那儿玩 我很开心的 我穿了就来 不行了 看着我 要我抱她 我已经抱着Cara 她抱着我脚 要我抱她 所以我两个一起抱起 哇 多开心 我想说什么呢 开始的时候她不知道 爺爺爱她 她又不知道怎么爱爺爺 爱爺爺的 但是你见面多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慢慢能看到 哦 原来爺爺不单单爱我 而且更加同性我 她想得到爺爺的爱 OK 所以她抱着我的脚 用我把她抱起 在我们熟灵的生命当中 不知道我们会否抱着 这样的心情 开头我们真的不懂 怎么爱上帝 又不知道怎么被上帝去爱 但是 敬拜 其实能够帮助我们 达到这样的效果 我们在敬拜当中 我们希望能够 好像抱着一个赤子之心 好像一个小朋友的心情 回到来见爸爸 OK 开头的时候都是观察的 这个是什么 对我小小的笑 但是 很多时候我们当她傻笑 对不对 原来她爱我 原来她疼我 OK 原来我可以让她开心快乐 就是一个很简单 亲亲的脸 她就笑到嘎嘎声了 在这个敬拜里面 其实我们要学这个功课 从前我们没有这样的福气 从前我们做不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现在不一样 因为为什么 我们相信耶稣了 OK 我们公开承认 她是我们的救主 上帝 是我们的父亲 所以有两支善经 跟大家分享 第一支 在《以弗所书》 是你们的欧拉姆 《以弗所书》 第2章13节 那里说 他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 如今 却在基督耶稣女 靠着她的血 已经得亲了 以前是无关的 现在 可以去亲近上帝 然后《雅各书》第4章8节 他说 因为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意义的人要清洁你们的手 OK 所以圣经里面说 当你亲近上帝的时候 其实 就算你不亲近上帝 上帝很想亲近你 不过 我们自己下杂 不要上帝理我们 有时才会找他 但是呢 当我们愿意拿开那些杂 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会亲近我们 因为他一直都很想亲近我们 所以呢 为了一个方法 如何拿走那些杂呢 就是说呢 心怀意义的人 你要洁净你的手 OK 要清洁你的心 我们就能够去 经历到上帝的爱 还有可以在过程中学会 如何去爱上帝 所以今天跟大家说 我们一起去敬拜 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到底我们要如何去敬拜上帝呢 刚才我已经提过 你不要当自己什么都懂 当然我们很多人都不懂 但是在信仰上面 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来说 你要知道 就算你信耶稣几十年也好 你仍然可以 都是一个属灵的婴孩来的 所以我们抱着一个单纯的心理 去跟上帝相交 然后怎样做法呢 第一我们觉得 要一起的是 要传人敬拜上帝 看两节圣经 这个圣经的背景 是讲到有一个律法师 来试探耶稣的 大家很熟悉的 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 就问耶稣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22章36到38节 你送101 我们经常都看的 这个就是大戒命 这个律法师挑战耶稣 说我律法里面的戒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就说 你要尽心尽胜尽 尽以爱上帝你的神 这个是戒命中第一 且是最大的 这个问题 这节圣经我们都熟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 是不是 就是律法里面 最大是哪一条 似乎很简单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因为这个律法师不是问 十届当中哪一条最大 哪一条行先 不 他说律法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 这个其实是包括了 自从十届以后 很多的族长、摩西 教了摩西的律法 然后跟着有民事 快利赛人 我真的很浓缩 根据十届和摩西的律法里面来说 就衍生出了很多不同的规矩 是要那些以色列人进手的 据估计粗略有630条 那这630条当中 哪一条是最厉害、最厉害、最厉害 最大的呢 事实上 无论你讲哪一条也好 都可以引起一连串的挑战 和争论 OK 但是我看耶稣这个回答 为什么能够塞住这个律法师的口 因为其实上耶稣的答案 就不是说这630条当中 哪一条是最大 哪个do and don't 是最厉害 耶稣是将所有律法的总纲 那个精神 那个核心价值 为什么有这么多律法 我无论你十架也好 或者你后来加上这么多六百多条也好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要你尽心尽性 尽以爱上帝这个神 这个是所有律法的总纲 当然后来加上是爱人如己 所以两条就是律法的总纲 但是其实最要紧的所有律法 都是围绕着 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尽心尽性尽以爱上帝 跟上帝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 而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 这个对上帝一个爱慕的情怀 就是敬拜 敬拜一点都不抽象 但是我们要清楚他们的观念 我们来去渴慕上帝 好像渴慕追求一个爱人一样 什么都以他为师 什么都以他为首 一样都想起他先 吃东西好吃 立刻想起他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哪里很漂亮 有没有去过 立刻告诉他 无论做什么事情 首先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我们那个天父上帝 所以主要弟兄姐妹 当我们说敬拜上帝的时候 我们的重点 我已经说过 帮我再提醒大家 不是来出自一个聚会 我们的重点不是来参加一个聚会 也不是来听道和学圣经 你出了我的句话 可以担我牧师的了 重点不是这些 不是说这些不重要 但是重点不在于此 那个重点是什么 那个重点是 我们在一个敬拜当中 学习和体会 如何去爱神和被神爱 所以任何敬拜的活动 任何敬拜活动 如果不能够帮助我们 和神更加亲近更加认识 那我们就要很小心 因为搞任何敬拜的安排 都是朝着一个方向的 这个是我们做传道人 带领敬拜弟兄姐妹的责任 无论是唱诗歌也好 祈祷也好 读经讲道也好 都需要帮助弟兄姐妹 能够学习 如何去爱上帝 了解上帝 讨上帝 讨上帝喜悦 多一点点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那个问题就是 到底我们是来出席一个敬拜 还是来参加一个敬拜 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 是因为我发觉今天很多人 每个星期来 刚才说过是习惯性的 是来出席一个聚会 但其实圣经要求我们的 不是出席一个聚会 不是出席一个敬拜 是要参加一个敬拜 如果你是出席一个敬拜的时候 你是一个旁观者 你快来观察一下情况是怎样 这个教会是怎样 我做牧师 这样就做了 做了几十年 所以 就有机会去探访不同的教会 你不同的教会邀请去讲道 或者去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 天赋恩典 这是职业病 当然我不会当做牧师是一个职业 OK 不过呢 习惯了 当我去到一个教会 参加这个聚会 我进去 我就看 灯光够不够呢 这个设计是怎样 布置好不好 令敬拜的唱歌 有没有简单的歌 有没有走音 那些背景音乐 会不会太低或太低 后面的控制灯光 为什么这么慢 经常出不了 肯定我说什么 我习惯性 其实我打算去取经 我抱着一个取经的心态 就是写短取长 所以我去到的时候 我说my set 就是看这些东西 牧师讲道有没有讲圣经 贴不贴题 大家觉得我是去参加敬拜 还是出自己的聚会 那些东西 坦白说 我不是去参加敬拜 我去观摩人的敬拜 我们去观察 去学 看看哪些东西做得好 哪些做得不好 然后我就回来 希望我们不要 做别人那些不好的东西 做到一些恰当的东西 不过我感谢主的 因为我们相信有圣灵的工作 是吗? 感谢上帝 我试过好几次都是 当我一留意到 咦?你来坐下 你就周东张西望 看秩序表 各样东西去看 各样东西去看 各样东西去看的时候 圣灵很多时候都会提醒 嘿 即使你是一个被邀请来参加聚会的人 或者是负责港渡或者是什么节目的人 You are not in worship 所以这些 продукty 这些特殷知没有在敬拜当中 你要做一个狂观者 还是做一个可以一起去敬拜的人 当圣灵一这样提醒我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我立刻很警告 OK 唱歌的时候 我是大声去唱 唱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我唱歌 就是我尝试提醒自己 我是口唱心窩的 口要唱 但是我心里 我妈妈是想着这首歌在说什么 刚才大家唱歌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做法 如果你没有的话 我鼓励你试一试 你的经历很不一样 很多时候我念口网唱得顺着 特别是熟个歌就这样唱 我们不会思考里面的歌词说什么 新的歌里面只想着怎么唱 那个音是准确的 是不是 你不留意到它 到底它的报道是什么 但是我们要学的是 口唱要心窩 当人家祈祷的时候 我做牧师常常带祈祷的 我上次很认真的祈祷 向天父祷告 但是当人家去领土的时候 我很留心去听 他说到心中的说话 祈祷 他感到我有感受的说话 感谢赞明 你看看 旧约的时代的人建拜都是这样的 大声说阿门的 当然我们不需要去呼喊 不需要这样的 但是重点不是你有没有发声 重点是不是 我们是领土的 不是一个人祈祷 他带领我们会众祈祷 我们有没有祈祷 我们只是闭着眼睛 看我们祈祷 然后阿门过去睁开眼 No 他领我们祷告 所以我们必定的心 要和领土人的心 要相联在一起 他说了什么 就是我们心里面说的 我们认同那些话 阿门 他说得 哇 就是把神那种特性美德说出来 感谢赞美主 You are the true God 你这样去参与经拜的时候 情况不同 我做牧师讲道 讲过几十年度 讲圣经 弟兄姐妹 但我讲给你 我去参加茶经文也好 我去参加第二个教会的经拜 无论那个讲完 你觉得 讲成什么都好 我很小小过 我教过牧师做的 坐在这里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向神道的天父上 但你要透过牧师跟我讲些什么 有什么提醒我 有什么要指证我 有什么要警告我 还有 我可以做些什么 当我坐在这里听道的时候 我讲我自己 无论谁在上面讲 我都会抱着这个心态 如果你曾经坐在我旁边 听牧师听道的时候 我做笔记的 我真的做笔记的 我不是认识的 有时就要认识也好 他哪里有眼神 他哪里有新的亮光 他身边有提醒 他的例子 很速动我 我舍不记的 帮助我 我记得神我说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 全人投入的敬拜 兄姐妹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样 不过 在新一年的开始 特别我说到 这个敬拜功夫 是这么重要 我经常说 敬拜是教育的灵魂 在敬拜当中 你敬拜不了神 见不到上帝 你听不到上帝 跟你讲话 你和上帝没有interaction 没有沟通 你完之后 就完结了 聚会 你回家 然后最开心的是 跟第一支梅 吹吹水 吃东西 最开心的应该是 哇 来到见到天后上帝 天后上帝 告诉我 I love you 所以你要 留意一些东西 要注意一些东西 你怎样能够 令我更加开心 怎样可以爱上帝 怎样被上帝所爱 这样的敬拜 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 充满了力量 这样的敬拜 才能够让我们 那个宿灵的生命 可以有成绩 所以从今个礼拜开始 我鼓励大家 新年第一个礼拜 你们就要敬拜了 OK 让圣灵在心中提醒你 有些什么地方 你可以去调整 你可以去更正 以照 你的敬拜 是充满力量的 Again 我们都说 你不需要说要呼喊 或者要唱歌好好听 但是 Your heart needs to be in there 每一个敬拜的环节 每一个敬拜的环节 你都全人去投入 参与 尽心 尽以尽力 OK 去爱上帝你的神 透过什么 就透过这些这样的方式 这些是工具来的 无论是教会的节目也好 圣经也好 这些是一个tools 是让我们能够去到上帝的面前 这个是敬拜 那个的含义 靠上帝连吻我们 以后你再来的时候 你不是出席的聚会 你不是出席的一个敬拜 你是能够参加一个的敬拜 第二件事里面来说 我想跟大家分享 除了我们全人敬拜之外 我们的学习是要全家一起去敬拜 《生命记》第六章 《生命记》第四节开始 刚才这节圣经 其实我们在马里面看过的 不过我们看完后面 这个出处的时候 给我们另外一个incite 我们看《生命记》第六章 第四到第七节 他说以色列 你要听 耶和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说你的神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恩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旅行 在路上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这几只圣经 好像很熟悉的 特别是开头那节 刚刚才读完 所以说到我们要全人敬拜当中 但原来你看第七节的时候 第六第七节的时候 他说到原来 敬拜是从家里面开始的 敬拜不是在教堂里面开始的 是在家里面开始 这个讲小历史 在旧约时代里面来说 那个集体的敬拜 就是大班人 不同的人 五罪马一起去敬拜 是绝无紧有的 你找圣经 不是找到很多 出埃及记以前 没有这些方面的记代 会不会是宪制的 宪制就要去敬拜 有的 Here and There 但是集体全民众的敬拜 你找不到很多 那时候是没有的 到后来的时候 出埃及记 大家都很熟悉 上帝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 去给法老王 那个理由是什么 你让我的民众 去到抗亚里面敬拜我 Right 带了他去埃及 去到抗亚的时候 上帝就吩咐 摩西亚伦 做一件事 做什么 设立回眸 设立回眸 Tabernacle OK 那么这个回眸 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回眸就是 代表着上帝 活在他的百姓当中 所以当他在抗亚的时候 哇 那真是很可义的人 十二个支派 是围着那个帐幕来扎营的 那个回眸来扎营的 OK 那么这个回眸 就是他们 敬拜那个中心 但是就算在回眸的时期 在抗亚 那时候有没有十届 有了 去完西亚伦 拿了十届 这样 有很多的野神 吩咐他们要做的 这样 但是就算在抗亚的时代 里面来说 集体传闻 还有敬拜 都是一年几次的 在一个大的节期 大家的节日 这样 不过 圣经告诉我们 知道 当这些百姓 见到有云柱 就是上帝的云柱 停在这个 Tabernacle 这个回眸的上空的时候 这些百姓会怎么做 你回去看看圣经 这些百姓 就会在自己 帐篷的门口 跪低 敬拜上来 那么这些 百姓里面 他们的子女 各个人都跟不在一起 当然 所以 那个敬拜 在哪里开始 家里面开始 集体 好像一个大部人 那样敬拜的话 原来在 旧的时代 不是很多 就算你去到 圣殿的时代 他们 离开埃及 去到抗野 然后在抗野四十年之后 去哪里 去到英雄地加南 后来 神就借着 所罗门王的手 就起圣殿 从这个会报的敬拜 变成圣殿的敬拜 圣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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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殿在耶路撒冷 圣殿在耶路撒冷 只有过圣殿而已 是不是 再次 全民的敬拜 集体的敬拜 甚至在圣殿的时期里面 都是一年几次而已 所以你问 守如月节 要去哪里 在耶路撒冷上圣殿 来守如月节 是不是 一年几次 当然 在圣殿之后 有一个具体的地方 一个敬拜 聚会的地方 里面有没有敬拜 也有的 OK 里面都会有祭祀的 每天早上 下午都会有献祭生的 百姓有什么需要 犯了罪 有属罪祭的 在圣殿里面有祭司 如果你是外族人 要变成犹太教徒 或者你baby 要行葛礼 在圣殿里面做 但是 好像我们今天一类型 集体的敬拜 在圣殿的时期里面来说 都是一年几次而已 所有关于信仰的学习 甚至他们的生活 都是在家里面做 大家明白我说了没有 后来 很简单的历史 几千年历史都说了 圣殿被毁了 那些有能知 有知识 比较有学识 有财干 还有那些贵族 就被老了 去到巴比伦 亚朔这种地方 没有圣殿 圣殿没了 去到那种地方 那时候 知道自己得罪上帝 我们要敬拜上帝 那开始有些什么 在被老的时间 有一个新的敬拜模式 就出来了 是什么 会堂 会堂 即是有会堂 有圣殿 有会堂 会堂里面来说 每逢安息日的时候就会敬拜 安息日是什么时候 星期五的黄昏 因为犹太人的日历是从黄昏开始计的 礼不落 安息日就开始了 原来每个礼拜 就是百姓聚在一起敬拜 是从会幕开始的 是从会幕开始的 每个礼拜安息日的时候 他们就会敬拜 这个沿着到新约教会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习惯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要说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我想大家要知道 All the time 从上帝 像是十戒开始 天父上帝 是吩咐 那些做爹地妈咪的 那些做家主人的 要承担这个责任 去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其实那时候的教导 不单单是信仰 圣经十戒 那时候的教导是 everything 你懂什么就教些什么 所以那时候是family trade 爸爸是做木掌的 你便做木掌 耶稣便跟着药室做木掌 教你如何谋生 所有的 原来那时候是homeschooling 现在我们很流行 但是其实 在历史当中来说 homeschooling是经常都有 一开始就有的 不过 在圣经里面来说 你要教导这个小孩 最重要 要教导他们是什么 是要尽心尽性 尽以爱上帝 上帝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这个是最重要 做父母亲 要教导小孩要做的事 说回我们今天 我们有很多家庭在这里 我相信没有谁说 没有谁说不爱自己的子女 没有谁说不爱自己的子女 或者自己的孙子 塞 各样的东西 问题 可能社会发展 我发觉很多家庭 将于教导子女 教导我们下一段的责任 是外判 即是外线联系 还是什么 out source out source out source 就是要读书 送去学校 要学圣经 送去教会 你读书不行 找补习老师 补习社 你情绪有问题 不懂得跟人相处 找辅导员 虽然我们在团队的读书 那些例子 很流行的 教他怎样 他不懂自信 你学多课 可能我们的生活又富裕了 还有有少许发展 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将我们做父母 教养子女的责任 分开一九九 外判了给其他人做 自己什么 我不是赚钱 给钱难得教他 这个就是我今天 很多家庭里面的情况 弟兄姊妹 如果我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 特别是信仰上的事 这相对的关系 其实我们是 没有帝国的方法 是让你自己做父母 去教导你们的下一代 是更加重要 我真的很希望 我们当中有家庭 有少许子 不要忽略你这个责任 不要连信仰的事情 都外判给教会 从去年 说到今年 我们一直提出 这个呼吁 你不要想着 你将你的少许子 一个礼拜带回 放开教会几个钟头 他们就会认识上帝 爱上帝 这个是我们做父母 做公公婆婆 爷爷妈妈 那个责任 所以靠上帝的怜悯我们 我们能够 愿意承担 这个工作 当然有一件事是相当重要 有一件事是相当重要 当上帝和这一帮 以色列人说 你要 教导你的子女 去爱上帝 但是之前呢 我们不要忽略之前 说些什么 原来呢 上帝是要呼吁里面来说 叫所有的 家里面的 圣人 首先 自己要去爱上帝 我们再看看刚才的圣经 是说些什么 他说 以色列啊 你们要听 这个以色列代表整个以色列的群众 一个民族 所有十二岁以上 就是被看足是大人的 OK 以色列啊 你们所有那些 已经是可以负责任的人 responsible person in the nation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耶和华上帝 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耶和你的上帝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你自己 首先 你自己的心理 要不然你有什么 可以教你的小孩 你说要帮小孩 去爱上帝 你自己都不爱上帝 你自己都不懂 怎么爱上帝 不懂怎么 去被上帝所爱 你有什么 可以教你的 子女 我想起我自己的成长 OK 当然没有自己的水 我那时候更加 我想起我自己的成长 我 就是 圣经说 就是 你要恩勤教导你的子女 圣经说 对不对 你要尽心尽性 然后呢 我所吩咐你们的 要恩勤教导你的下一代 我想 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 我爸爸我妈妈 觉得很重要 是会恩勤地 很着急地 是要教我的呢 我想 想不想 他真的 好像没什么 我唯一的印象 有些记忆的就是 可能我妈妈很紧张我读书吧 她也不是教我 要努力读书 比心去读书 从来不跟她说这些话 只不过 当她看到我的成绩单 有红的时候 她就拿鸡毛水出来 发我一大堆 所以我就知道 知道她紧张我读书 不可以见红的 你的成绩单 OK 我想起我爸爸 你有没有教过我这些什么东西 很坦白说 想起来 没有 没有什么教我们的 那时候可能她没有外判官 总之是去读书 先去读书 我又记得印象就是 她有一次没有钱交学费 和我爷爷拿钱交学费 就是这么多了 这个就是我的印象 没有什么教我的 我以后的东西都是 在学校里面学 在朋友家里面 到处去观察 第一次我想 你想想你自己的家人 你自己的父亲妈妈 好吗 他们有什么 有什么教你 没有 你能够想到什么 没有 OK 我不知道 可能你父亲妈妈 跟我父亲妈妈 不一样 我们那些真的有一些 不懂他们 他们真的不懂 不是他们不爱他们 是不懂 我说 不过你的父亲 不过你的父亲 有什么很着急教你的 没有 OK OK 那也算了 OK 他现在教我 我也不会 可能会 是吧 如果 我们有子女 当然我当初有Single 如果以后你结婚 你想想 想远一点 你结婚 有自己的Baby 有自己的嬉 你有什么 会很着急教他 没有 会很欣勤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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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想到什么 从前我两个儿子长大的时候 我做牧师很忙 我经常觉得很亏欠 我两个儿子 因为我没太多时间陪他们 有没有教他们 有的 我都晚上会讲个故事 给他们听 就是圣经故事 很模糊的观念 但是那时候 知道信耶稣重要 信耶稣好 就带回教会 每个礼拜就读他回来 OK 他哭到怎么也好 就放养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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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 我开始教他 要爱上帝 要听上帝的话 为什么 到他再大一点 去懂圣的时候 我会跟他分享 因为以往我没有 我没有跟我的儿子分享 我也没有太多东西 跟他分享 但是Mica 他长大一点的时候 我会告诉他 你要爱上帝 要信靠上帝 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 做了什么工作 他如何带领爷爷 从香港搬到来美国 从美国 如何去服侍上帝 而见到什么神迹奇事 我会告诉他 因为上帝很真 上帝很实在 你需要上帝爱你 你需要上帝帮你 我相信我 我希望我能够做了那些东西 我现在有东西 要告诉他 有东西 我说你 你有什么要告诉你的儿子 告诉你的家人 圣经说 所有的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所有的懂性的人 你要听 上帝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他 将他的话 放在你的心上 你自己没有经历 没有这样的体会 你怎样能够期待你的儿子 在我们的下一代 去能够认识神爱上帝 求天赋的灵帮助我们 今天一开始 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见到上帝的爱 而当我们在教会里面 看到所有不同的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醒 给一些鼓励 神真的好 上帝是很真 大家就学着他 爱他 让更多人认识他 可以享受基督耶稣的我 就是 敬拜在圣经里面来说 是everyday thing 是每日的事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有一个很熟悉的圣经 我们看一看 罗马12章 第一章 他说 蒙他喜悦 这就是你们应该 献上的真实敬拜 旧约 敬拜上帝 以什么为中心 献祭 献祭生 代表对神那种尊敬 和敬爱 一种最好的笑给神 在旧约时代 他们的敬拜 以这个为主 所以保来引药旧约 这个献祭有过去的 今天在新的时代里面来说 你要把我们自己的祭生献给上帝 不过 当然不是说 放在祭堂里面 拘了它 然后烧给上帝 No 你要把自己 当作一个活的祭生 是活生生的 仍然站在那里 可以为上帝做事 去服侍上帝 这个 就是我们的敬拜 是every day thing 甚至 every moment 把我们的生命 摆给上帝的 完全的 所以我说 全人的敬拜是什么意思 the whole person 里里外外 整个人 上帝 你创造我 你拯救我 I am here as a living sacrifice 一个活的祭生 我要敬拜你 服侍你 尊崇你 当我们能够这样去跟随上帝 去敬拜上帝的时候 弟兄姊妹 I guarantee you 你不会经历不到上帝 因为你不是一个旁观者 你直接是参与 在同神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 当你有机会和神 interact 有什么可能没有经历呢 有什么可能没有见证 有什么可能没有感受 有什么可能没有东西 是你们的弟兄姊妹朋友说 新一年的开始 我不知应该如何挑战大家 但起码在敬拜上面 我希望你能够掌握得到 要如何来参与敬拜 但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 如何将你的生命 变成一个活活的祭生 给主每日去用来 以至到无论你去到哪里 你都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 特别在你的家里面 我们很强调 如果我们珍惜我们下一代的时候 宗教教育 其实所有教育都是 必须从家里面开始 必须从家里面开始 但我知道这个不容易 因为你不习惯嘛 你习惯了外判被人做嘛 I know it's difficult I know, I know and that's why 教会要帮助大家 教会方面想帮助大家 但我能够帮助大家 但是我们会自己做 也会这么少 因为我们会继续 或者安排教育 那样东西 我们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去做 你自己不去 不看到那个重要行为 肯定违身去做这件事的话 我们的帮助就是这么多 但是如果你们愿意 一起去参与的话 我们给予此合作 给予此同工 我是期待着 我们的next generation and next generation and next generation 我们能够raise 一代又一代 又有生命力 又有感染力 又有繁殖力的基督徒 但是现在呢 我们自己的生命 都没有生命力 都没有感染力 都没有繁殖力 那些都是假的 我们只是 有一个基督徒的外表 我们会去敬拜的 我会去做一样 做一样的 但是没有敬虔的实意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经历 是这么孤似 为什么我们还要吃奶 还要人家去教 去喂 不懂得自己去煮食 求上帝联敏我们 我们一起祈祷 所以天父上帝 我祈求你联敏 我真的祈求你联敏 因为 我能够做得很少 相当的有限 但是你 是全能够做的 你是我们的天父 所以我祈求天父 你在这个时间 你借着你的灵 在我们心里面作弓 触动我们 因为我们在新一年的开始 我们看到 我们应该怎样去 投入着敬拜当中 因为敬拜 是我们跟你建立一个 亲密关系的机会 我们学习怎样爱你 和体会你对我们的爱 当我们学习去 将生命作为活祭 献给你的时候 天父下 我们就成为一个 有经历的基督徒 一直到我们 无论和谁人相处都好 在小祖里面 在家里面 在我们的公司朋友当中 我们都能够和他分享 生命那种的风采 因为我们的生命 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 谁会上帝啊 祈求你可怜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 就算我们的头脑明白 但是我们要做出来 我们需要不单是勇气 我们需要你的恩典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祈求上帝 祈求你怜悯我们 祈求你怜悯我们 每一天帮助我们 将自己当成为活祭 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成命 过去这几个月 其实不知道几个月 越来越少人写回应卡 以前我们写回应卡 就是有什么complain 都可以写 说笑而已